大家好,今天是第五节,第五节讲的是Linear Model跟Neural Network 那老师强调的是说可以从头,不用再去参考人家做好的 framework 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方式,其实我还是用人家现成的API 但是听起来就会吸引人,对不对? 那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就是假设我们现在不是在上课 而是在面对一个真实的,实际上我们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要怎样从一开始到结束去把所有的步骤都做完了? 那步骤大概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整理资料,其实这个步骤应该都差不多 然后建立模型,然后提度下降,训练模型,然后修正相关的资料 参数让它的资料预测更准确 那使用S参数不是一般都会用到的,它只是示范说用那个重 然后提交结果 然后,之后呢,跟我们一般碰到真实的问题不一样 这是它导入新的,因为一般的问题可能不会像这一节这么简单 只是一个用这种线性资料就可以,线性函数就可以去处理掉了 可能会比较复杂 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会用到Neural Network或者是Deep Learning 所以老师也带到,而且带到是简单的带到,是利用我们前面学到的这些东西来做示范 所以碰到的时候门槛比较不会那么高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学得很扎实 我自己心里的感觉是说,应该至少再读一次 再来做分享应该会比较扎实 不过时间有限,就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那这一节练习的题目是铁达尼浩的乘客组合力 因为之前也用这个Excel做过,所以大家应该印象都很深刻 那这是刚刚在我们开始之前讲的,老师推荐的这个四个预测比较 那比较特别的是,第二跟第四是同一个人做的 那第四呢,它是纯粹用名字就可以预知,这个实在是超厉害 而且听说分数还很高 那这个是我们这一节主要的 这个是发轮还是课程内容,这应该是课程内容 因为发轮的话,preview的课程不太一样 那跟之前的,就前几节上的很类似 一开始就是整理资料 那整理资料其实就是用Pandas把这个CSV读进来 然后检查,重点在这里,就是检查这个资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 不要讲非法,就是不存在的资料,就是无效的资料 那我这边有稍微提醒自己一下,就NAN跟NAN 就是not the number,就是没有资料 那这个是Pandas里面的一个function 是NA,就是是否is not available 那前面一开始做的就是把这个 做一些初始设定,它把这个lineWitch设起来 然后把CSV读进来 那CSV读进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资料的正确性 那检查资料的正确性呢,就是利用这个Pandas is NA 这个function来做,它做法很简单 就是loading,把这个CSVloading loading进DataFrame之后呢,呼加这个方式就可以 然后这边就秀出来说 每一个,每一个参数里面 这个NAN的数量 那 Edge最多 对不起,这个Carbin最多 Edge其次 然后Embug 是好像是上传的地点 上传的地点 然后接着就是 在整理资料之前呢,有介绍 这个是Pandas DataFrame很常用的一个Messor 那这个Messor呢 一般称为重数 重数就是说 我的资料级里面 最常出现的资料 那这边是一个simple code 这个simple code就是,假设我有一个list 四个list组成的list 它的资料分别是 像大家看到的这样 那 这个上面012跟左侧0123 它其实就是一个index 做参考就好 真正的资料是11264 然后你看我们做一个mode 这个function之后 所谓的重数就是把它最 最多最常见的value 值把它秀出来 比方说像这个2212 最常见的是2 1422最常见的是2 1644最常见的是4 那这个只是示范一下mode 这个用法 然后接着就实际上把这个mode 应用到我们的DataFrame里面 一开始就直接DataFrame 给它mode 来看它的资料 那这个只是列出前四列的资料 让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 这个NNNN的资料这么多 那第一笔列出来 那四笔都列出来了 然后这个是输出 输出其实也是跟这个资料一样 只是一个用行 一个用列的方式来表示 那这边有个DataType 底下大家可以参考到 不同资料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DataType 那这个是老师推荐去读 这个iLock 因为我们去把第一个资料 读进来的是用 就Index0的时候的资料 所以老师有画一个参考文章 让大家去参考说这个 iLock、Dunlock的使用方法 跟应用场合 接着是 使用重视取代表 刚刚我们在资料集里面看到NAA 那这个NNN这个资料 我们去把取代表 其实就是 就这个 impressed and true 它就是直接把里面资料 取代表 那MOD就刚刚有讲 重数 然后做完这行指令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次 就是我们的DataBrain 里面 这个NAN的资料还有多少 通通都是0 就表示说 刚刚那些NAN的资料 通通被重数 就是最常见的资料 把它填进去了 那 这个是要干什么 Describe 这代表是一个NAN 使用NAN 去做处理之后 去看它的描述性的统计 什么叫描述性的统计 就是我们常常会用到 需要参考资料 我们看左边这边 Count 是总共出现过几次 明平均值 Standard是什么 最小值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跟最大值 等等的 那这样列出来 就可以很快的看到说 这个里面的值是怎样 这个也是很快带过去 主要是 为什么都要秀这些资料呢 最主要就是 老师一再强调了 你要去了解这个资料里面的 这个资料的意义 好 那老师也推荐我们去Google 这个 长条图在哪里画 因为我图的部分 我都没有贴 所以 好 没关系啦 碰到再说 OK 那接着就是 刚刚做的就是 资料读进来之后 去把 去整理资料 把 这个NNN的资料 通往做处理之后呢 资料 正确性有了 那资料正确性有了 的下一步就是 要把资料的 表现的 模式 不管是它的这个 Gata Type 或者是它的Value 把它改成 用某种方法 改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首先讲的是 数值的部分 数值 哦 长条图在这 那首先 它就是 呼叫这个 Histo 这个方式 去汇出长条图 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长尾分布图 就是最左侧很长 但是 就是 最多值的 非常非常多 然后就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 出现值 比较少的呢 次数很少 但是不同值 所以就是出现一个 长尾的值 那长尾值 老师有说 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特别是钱 这一类的 那出现方式 这就是取LOG 取LOG 马上就解决掉 那这个是 因为太常用 太常用呢 这个 NumpPi 他就提供了 对不起啊 也不是太常用 因为LOG 应该几乎所有的 这个处理资料都会用到 那因为 这边要特别提的 就是说 因为 领取LOG值 会变成无限大 所以他就是先把所有的 值空加1之后 再去取LOG 这样就保证不会有 上面的问题 那取完LOG 再画一次长条图看看 但是我一样没有贴出来 他就是变成一个类似中型曲线 中型曲线就是 中间值 就是类似我们考试 考100分的很少 考0分的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这个 七八十分之间 这种中型曲线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值 然后 这个PKS123 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 所以就没有做什么处理 那接着看完这个 数值型的资料之后 要看非数值型的资料 非数值型的资料 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把它做 做 那个名词叫什么 忘记了 等下到的时候再说 看到的时候再讲 那非数值型的资料有很多 但是有些资料呢 是没有意义的 比方说 名字 你的名字 应该跟你 会不会在铁达丁 什么时候 这个存活 没有关系 所以他就是把一些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就把替署票 没有去做出 那没有去做出 老师 因为上课有人问到 其实之前的课有人问到 就说 这个用不到的资料 那老师的建议都是不要删 你点多就是不要用它 你不要删除 因为你不晓得 哪一天什么时候就会用到 OK 比方说 老师说 那个姓名 就被启动一个同学 拿出来 发现是可以去做 预设还蛮准的一个参数 不然我们一般说 讯姓名应该无关 OK 那这个也是 去 这边我列出来做比较 就是Describe 刚刚有讲 就是可以去看 看他一些参考词 那这边你看 他是用 include your object 那之前 刚刚前面是用 Numpi 的这个 Number 两个不一样 给大家做参考 那方法 原来没有一个重视的名字 那有一个类似这个 但是 等一下有参考文章 而老师没有提 所以我就 就不会 确认说 这个是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不提 就不提 那方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用的 那几个 非数值型的 比方说 性别 那我们的处理方式 就是 把这些非数值型的资料 转成我们想要的数值型资料 然后填到 填到新的列 那 举例来说 性别呢 有男生有女生 那我们就 多了两 两列 一列是男性 一列是女性 那男性 那一列就是女性 那一列就是女性 那种想法 所以方式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 就把他的这个 仓等 还有 乘船 乘船处 等等 把这个 性别 仓等 跟 上船的地点 来 做区隔 那就从三个 三个 非数值型的 值 非数值型的资料 把它变成 八个 数值型的资料 就是这样 这是本来的 参数 本来参数是 都不是数值型的 那 新的参数就是 就刚刚讲的 就是性别有两个 然后 仓等 上船的地点 各三个 所以多了八个 新的拿会出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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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不是 一就是零 这个 这个方法 刚刚那个方法 有一个名词叫 毒热 但是 有一篇文章说 不要再用这个 所以我不确定说 那个方法是不是就毒热 所以就列出来 给大家做成功 因为我并没有空去看那些文章 只是看到 觉得说 这可能很重要 就列出来 所以接下来 我们把所有的再列一次 就是刚刚那六给列出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值就是 不是一就是零 那这个就是把非数值型的资料 转换成数值型的资料 就是把资料 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好 然后就是做tensor tensor ok好 接下来是这样子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那八个之外呢 另外前面我们把 我们觉得跟判断 铁达尼沉默石 你会不会从我的四个参数 也把它放进来 放进来 放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4加8 总共12个资料 把它做tensor 做张量的处理 然后大家 这是出来的资料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它就有前面跟后面的资料 然后它资料集是891乘12 那看完资料之后 整理完资料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要建立模型 但是我们刚刚讲说把数值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还没有完全 刚刚只是把非数值型的资料处理从数值型 那接下来我们会在建立模型的时候把这个数值型的资料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范围的值 ok 好 那今天会建立好几个模型 那第一个就是线性模型 那线性模型是 就是指定seed 这样每次才会出现同样的这个乱数的结果 这个乱数主要是要去把那个参数 参数列把它做出来 那参数列做出来 它也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建一个0到1之间的 这个乱数 然后去减掉0.5 那就表示说它的值会确定-0.5到0.5之间 好 然后列出来这个 其中一个给大家做参考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预测呢 就是每行乘以细数 然后把它们统统加起来 好 那我看看 这是结果 那个系数去乘以刚刚最前面的那个这个 这个 然后去乘以乱数 乱数 乱数在哪里 这里 然后就变成这个 那我把上面的资料呢 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子可读性会比较好 可读性会比较好 那上面这行我们看 上面这个4加8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用来判断这个存活率的资料 第二个这个呢 是乱数产生的这个系数 那相乘的资料就在下面 想想之后就在下面 哦 其实主要是要看这个 对不起 然后我们就注意到说这个 H很明显 跟其他比起来 太大了 太大它可能我们在做 预测的时候 它可能站的比重太重 会导致这个结果 偏离我们想要的 就比较不正确 那它的做法很简单 就直接处以最大值 直接处以最大值之后 它的值就会在0到1之间不含0 OK 然后再做一次 再看它的值 那你看它的值就很像我们要的 对不对 没有特别高的值 然后大部分的值 都在这个-0.5到0.5之间 好 那并不是只有H这样做 刚刚这里 就是我去处以它的这个 最大值 而是刚刚那几个 除了 事实上是所有的 所有的都这样做 但是因为 呃 后来那个非数值型的 转过来的那八个 不是0就是1 所以 你去除了以后也还是一样 那这个 这四个参数 就是数值型的参数呢 去做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 都是一样的做法 然后老师又特别提到这一行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这一行 它其实就是一个矩阵去处理相料 老师说这一行特别酷 为什么特别酷呢 因为它解决了这个 这个深度学习 以前一直以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很大的问题 以前这个 computing power 还没有很强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没有算得这么快 那现在这个GPU 最强的就是这个 我就是一层就 它一下子就全部出来了 那它把这个称为 这应该是专有名字 一个Broadcasting 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酷 虽然我觉得有点酷 但是我不像他讲的这么兴奋 OK 好 然后把成绩的航箱家 然后来做预测它的值 对不起 这个是 因为我打字的时候没有打好 应该是小写的 这个大衣服套 就会变成这种格式 那这个可能打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变成大写 所以就没有变成那种格式 OK 然后就是去做 做什么呢 规刑就是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就是最常见的那个指套 去做 然后 看看咯 每一行的结果求和 我们来看结果 好 好像也 没什么特别 对不起 OK 这边有写 这预测其实还 这个阶段还没有什么特别用处 但是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了它们 我们才可以做这个提度下降的运算 所以要有先伤出它 我才可以做提度下降 提度下降等下会做 那要做之前我们需要一个 一个损失函数 那损失函数我们是取航的平均无差 就是这个预测还有音变量 预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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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先叠下降 以后 预测值跟实际目标值之间的绝对 无差的平均值 预测势 剪掉目標值的絕對值 再取平均值 輸出,輸出是LOS 這個LOS 0.5382 感覺還可以,但是沒有很好 所以之後會再繼續改進它 那接下來要做的呢,就是要改進它 但是改進它之前呢,就是把我們剛剛前面做的所有的步驟整理成一個Function 不只一個Function,把它整理成Function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就直接輸出這個Function 那第一個就是去計算CALCULATE PREDICTION 就是去計算它的預測值 那這個是去計算它的LOS值 OK,好 那它的Function分別在這邊 那這個就是剛剛那道我說很重要的Function 那剛剛前面有講嘛,就是這個Function其實是 雖然沒什麼意義,但是有的我們就可以做T2下降 因為要有新一個曲線,來做這個曲線做一些計算 那前面這個值啊,其實跟前面那個值一樣 只是它後面多了這個 Require 這個什麼 Gradient 等去 那是因為我在前面有設定 在哪裡設定的呢 就是這個Function 就是這個Function 對不起 好,做了這個Function之後 它就在後面加了這個 然後去計算這個 係數 就之前亂數場中的係數下的這個模型損失 然後 你看它輸出也是跟前面一樣 但是後面有多一個Function 就Gradient的Function 好,那接著這個也是一個應該之後會常常用到的Function Fightboard 它主要就是在這個根據損失函數的T度去計算這個係數張量的T度 那我們直接看計算出來的結果吧 好像 好像也還好 我覺得好 那它這邊特別秀出來的原因是這樣子 去告訴大家 那這個其實就剛剛前面跑的這三行 這三行 那再做一次就發現說這個值啊 是這個的兩倍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 這個在呼叫的時候呢 呼叫Gradient的時候呢 對不起 呼叫Backboard 這個 Backboard的時候 計算T度的時候呢 要把那個資料要先 要歸零 不然它就會像這個結果一樣去做Double 那這邊有做一些解釋 那這邊因為它是示範 所以它 它會去設定說不要實際上去做 好 這裡啊 就是這一段一下 在跑這一段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 PyTorch 不要去執行這個Gradient 所以它只會顯示結果 但是不會影響到我們的資料 那這邊有說明 OK 反正就是去計算 然後歸零 然後把資料印出來 然後就發現說 的確這個Loss比當然小了 因為剛剛前面是5382嘛 現在是4945 然後這是一個補充 老師講的補充 我就把它放進來 就是這個是PyTorch的習慣 PyTorch的習慣就是它的Method Method結尾如果是underscore的話呢 就表示說 我在這個Method 計算完之後 產生的紙會填為原來的紙裡面 好 所以 像這個 去減啊 或者是歸零啊 都是一樣的道理 好 那做完這個 T度下降之後 就是要去做訓練模型 那訓練模型 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們資料拆成訓練器 跟驗證器 好 那我們這裡呢 用的是FaceAI裡面的這個 RenderSplitter的這個 function 來做 那一樣它會去指定seed 這樣子每次出來的結果 才會一樣 然後 應該是拆分 不是拆分 不是拆分 那 主要就是前面這裡啊 有這個 Training Sprint 跟Vade Sprint 就是 訓練器跟這個 驗證器 那這兩個 用亂數產生出來之後呢 就去把本來 我們要做的這些資料去做拆分 這個包含了這個 提拉尼號的啊 包含了我們的這個 前面亂數產生 然後做梯度處理的 係數啊 做完了之後 來看一下 它的這個 訓練器跟驗證器的這個 長度 就是樣本的數量 各多少 就是713178 等一下我看一下現在幾點 36分 那還好 有看右邊呢 大概是到一半 應該可以在9點之前講完 現在講到哪裡 講到這個 資料級的長度 訓練級跟這個驗證級 好 然後 好 這個其實就是去 去更改啊 根據什麼 根據這個 這個 系數 更新後的系數 跟這個 learning rate 去做 梯度下降 然後歸零 那底下這個是一個週期裡面要做的事情 每個訓練週期的時候呢 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 去 計算它的損失啊 這是我們剛剛前面這個 做的方式 然後用這個 背貨去 做 處理 然後 然後 這個 都一樣 這個 只是 不小心按到編輯 對不起 好 這跟跟剛剛前面一樣 就是這個 這一段就是不會去影響到它 資料級 它只是去 去 那個 什麼 update update 在這邊 好 歸零 好 然後把 資料用這個 點3 F 敷點 的格式去把它輸出來 然後 數字怎麼還沒出來 等一下到數字的時候再說 因為這個時候只是在 還在定義說我這個 一個週期 一個訓練週期要做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初始化 初始化權重 那初始化權重 方式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然後就想辦法把它變成 負點0.5到0.5之間 然後接著是 定義這個 training model這個 方式 那它接受的參數就是 剛剛上面那些 它的中期跟它的 然後 這個也一樣 就是 442 就是指定這個 讓它每次 去亂數產生的 是一樣 然後去做這個 初始化 然後跑一個 loop 去把所有的週期 預設是30個 如果沒給的話 去一個一個週期去跑 跑30次 然後 接著就是 實際上 先把這個 18個週期 然後 learning rate 設為0.2 來試試看 然後 它的這個 Loss 就從 0.5 對不起 0.536降到 0.289 覺得還蠻 好的 OK 好 那接下來這個 方式 它只是把 資料 重新整理起來 比較方便 閱讀 方便 人眼閱讀 那12個 4加 4加8的參數 對應到這些 把它變成一個 Dictionary OK 好 那 訓練 訓練完模型之後 我們要做的就是 要去做一些調整 來提高 預測的準確度 那因為 卡古 它並不是 因為 這個 我們之前 上面定的這個 Loss Function 是我們自己定的 那卡古 它比賽是 它提供一部分的資料 然後有一部分資料 是隱藏起來的 那揭曉之後 就是大家去 猜的那個 數字 你預測那個 數字呢 你提供這個 訓練模型 去 一樣 跑那個資料 然後看看說 那些 它隱藏 沒有秀出來的資料 的正確率是多少 那做調整的時候呢 首先就是 這跟 前面有提到 就是去 判讀這個資料 然後做相對應的 那這邊 很重要的是 什麼 就是 預測 為什麼打兩次 預測存活率 大於0.5的時候呢 就表示 這個 這個人 這個 預測結果 是活的 那如果小於 0.5 就表示死亡 然後我們就來做 預測 用這個 驗證級 來跑剛剛前面那個 我們訓練出來的 然後跟實際的結果 來做比對 這樣就知道說 我的準確率是多少 OK 那接下來就做這件事情 做完了之後 跑出來的結果 是這樣子 前面看起來都很漂亮 以為自己要拿獎金 多少萬美金 後來就發現說 後面大部分是 Boss 反正 一開始 這樣子其實 很不錯 那我們要做的就是 去做調整 調整是先 這個 取一個平均值 然後寫一個 方形 寫一個方形 來做什麼 大於 重活率 去計算 重活率 大於0.5的時候 那 這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寫一個方形 等一下呼叫的時候 就可以一直去呼叫它 就可以很快的 不用再向前面那一點去跑 那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使用這個 S函數 來提高 預測的 正確率 S函數 它就是 利用那個 曲線 來把 稍微大於 0.5的 就把它指 往1提高 稍微小於0.5的 往0 靠近 那就 1跟0 或者是你要把它看為 0.5 跟負0.5 也是一樣的圖 是一樣的 先 跑這個 28個 樣本來看看 這個是在 busted S函數 S函數就是 但是因為這個Pytorch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邊有畫一個圖,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S 因為這個S函數太常用了,所以Pytorch已經事前就準備好了 我們只要去呼叫Torch.sigmoid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把之前那些方式來改用這個S函數來做改寫 然後來看看說接下來的預測的結果會不會比較好 接下來就是去把之前的東西改寫 就直接呼叫Sigmoid這個方式就可以了 那這個100也是老師隨便訂的 他有講他喜歡用不同的詞去跑跑看 他說有些人每次都用一樣的數字 他不建議這樣子,他會用不同的Learning Rate來試試看 然後Learning Rate 100的時候去跑結果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很辛苦的寫一個方式嗎 然後去判斷它的正確率 OK 好,這個是跑出來的結果 就是年齡的時候 這是什麼? 忘記了 OK,好,沒關係 這個大家知道再回去 反正就是把結果通通跑出來來做判斷 那接著是老師示範也沒有示範 教導我們去怎麼把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存回CSD 然後上傳到卡古去參加比賽 好,那一樣先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把這個 Not Available的資料填進去 然後接著就是 這個其實就是都前面做的事情 只是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老師重新整理再做一次 好,你看這個就是 加一取logs 然後這個就是去 這個取mod get dummy 就是3變成8個參數 就是前面做的事情再做一次而已 然後除以最大值 就把它變成0到1之間的值 然後除以最大值 好,這剛剛講的就是 用新的這個S 是用什麼modding S函數 OK,S函數 跑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這個 是不是生存 就是 大於0.5跟小於0.5 就是 Survive 1跟0 的預測 然後 來看看它的結果 結果是這樣 然後就把這個資料寫回 CSV裡面 然後按提交上傳 OK,好 這邊告一段落 那接下來是老師把 前面 接下來的事情都是老師把 用這個 矩陣成績啊 神經網路啊 深度學習 把前面做過的事情 再做一次 OK 那首先先講 矩陣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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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種表現模式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用Ult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 那兩個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所以第二個結果 就不在意一次 那這個應該 直接看也看不出什麼意義啊 只是給大家做參考而已 好 然後接著就是 我剛講嘛 就是把前面的事情都再做一次 那接著就是 重新去定義這個 去 預測的這個值 然後用這個SigMode 就是S參數 再去做一次 然後呢 低度追蹤 也是一樣 就前面這個 再做一次 我忘記換行 換行對我來說 比較好讀 可讀性比較高 那這個是 在這邊比較大的不同 就是 之前是這個 航向量 就是因變 就是 從 航向量 改成列向量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老師有講 就是一些 之後 後續一些 矩陣預算的時候 在後面長期 會用到 好 好 我就寫這樣子 OK 好 我就寫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看它的輸出 然後看它的 正確率 結果 是一樣的 因為它其實只是不同做法 剛剛S函數那邊已經講過了 那這邊只是用矩陣成績的方式 來把 來呼叫S函數 所以結果 一樣是合理的 因為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講的是神經網路 這應該是路 弱應該是中國的做法 這可能是 從哪邊扣過來的 沒有改到 那接著就是 神經網路跟深度學習的差別就是它 只有一個 它稱為什麼 虛擬層 就是 把這個 係數 當做輸入 然後輸出是這個 NHidden 那這NHidden是可以做選擇的 那你把它射得越高的話 你的彈性越大 但是速度變慢 然後 不容易訓練 所以這個就經驗能拿來 所以像我們這種 菜鳥其實也不知道 一開始一定是趙老師的數字品 那之後 開始慢慢有經驗之後 才去慢慢修改數字 好 那這個矩陣也是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這個矩陣也是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矩陣也是一樣的方法 矩陣也是一樣的方法 然後吸收器除以這個NHidden 這樣子 它的這個 資料級的這個 很多度 這個Warding好怪 就是它才會一樣大 才會一樣大 然後第二層 你看 第一層就剛剛有講 就是 係數 一等当参数 第二层呢 不是第二层 对第二层没错 第二层对对对 需要加一个常数项 常数项 那这个值刚刚有讲 就是看纪念 我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 解0.3 常数 常数项 对不起 常数项是这个才是 然后传回词 就是Layer1 Layer2跟这个Consum 这三个 那这三个应该是等一下还会 用到 看一下 这就没有写 OK 接着就是跟前面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去这个 做预测 去重写这个预测的方式 那哪边不一样呢 这边不一样 他用这个Value 我这边有找出说明 就是 刚刚前面那个 独立变数 就是那些 什么性别啊 等等那些 12个发家式的 透过第一层Layer1之后 做线性转换 然后用这个Rail2去做处理 那我不晓得 为什么要写计划 反正就是把资料放进去 那这个就 刚刚我们前面有讲 就是他去 去这个层 最前面那边有一个 最前面那边有一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好 然后第二层加上常数 这边讲 第二层加上一个常数项 常数项在这边 然后把这个 透过S函数 处理 然后重回去 就是去看它到底是 0跟1之间是怎样 那 接下来这个 方讯是 OK 他跑一路 因为现在是只有两层 所以就跑两次 所有的全重乘去做gradient 来把它的权重重新计算 那这个我们刚刚前面也看过 就是它去减了之后 会把它取代掉 然后这个做规律 去跑一个for loop 去递回 1.4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1.4 可能是经验子吧 那这个方式 前面方式写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磁丢进去做实验 那老师用1.4跟20分别去跑跑看 我们先看1.4跑的 一开始蛋都一样 最后结果是0.22 20的话呢 0.192 那还强蛮多的 OK 那会变多或变少 这个会变好 变坏 我不知道这个我也没有空去做实验 基本上写程方式的好处就是 我去改这个learning rate 就可以把只做不同的测试 产出 那这是它的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但是老师的讲义是说他觉得神经网路没有比线性模型更好 那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在大部分实际的case当中 实际的case当中神经网路会比较好 那在这个case没有比较好的原因 只是一样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数据比较小 然后很简单 并不是神经网路擅长的事情 OK好 那接着是深度学习 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去指定你要多少层 就是因为它可以一层一层的做下去 所以它可以让你去指定你要多少层 OK好 所以它就一样把前面所有的 这个方形又再重写一次 这个初始化 这个叫我自己写可能还写得不太出来 但是老师有示范 基本上这个要能写出来就是前面这边一步一步去做 一步一步一步去做的时候呢 就把它整理成方形 然后再放到这边 那这边跟前面的差别就是它再加上这个好多个layer 来做这件事情 差点只是这个而已 所以它一样就是 会有一个loop去跑这个layer加concent 看一下 好 这个是在讲底下这个 做这个预测 存活率预测 这个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 主要它 跟刚刚那个神奇网路也一样 它就是用这个radio function去做 然后最后用sign mode函数去映射到0分1之间 那它 对啊 我没有去做比较了 应该要来做比较比较好 我这个 下礼拜比较有空的时候来修改一下 就是 我想要的比较是什么 就是 一个隐藏层跟多个隐藏层的时候 它的层次的差别在哪里 OK 好 那一样我刚刚前面讲就是每一个方式都重写 那这里重写是这个去 去 就是我要去做調整,因為它很多成馬,就很容易去變得更糟 或者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說,要一直的try and error去調整那個數字 去調整那個數字,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要實做,第一個是實做 第二個是之後,不曉得的sample可以做參考 他說這個其實是早期深度學習的問題,那之後會做介紹 OK 不曉得,不曉得跟前面的有什麼不同,我講的是跟那個 一個印長城的有什麼不同,應該做比較 但是,不好意思,時間不夠 OK,好 各位起來,這個我也沒有辦法去一行一行去做解釋 其實我那時候有看,但是現在看起來有點羊花,看不起來 看不起來,但是你看它這個都是一樣嘛 就是去做sup,然後去做這個歸零,都是一樣的動作 然後用learningray是去跑跑看 那這只是做一個實驗而已 好 然後你看它這個,的確是資料,就是19.5,的確是蠻好的 所以它accurate 等一下19.5,為什麼是 這是不一樣的 總之 總之,它最後算出來的結果呢 是這個 Tensor的指示 8258 那 老師有,前面有講 它跟 這個 前面的這個線性 函數比較起來,並沒有特別大的優勢 主要是因為這個 這個Sample Titanic 這個 預測存活率的這個 資料級的特性的關係 但是 因為它很簡單 所以可以拿來當做教學 很適合 那利用這個機會來把 前面講 很快的公訴一次 第一個就是說 把資料呢 做整理 把NA的資料去掉 然後 把 是要變成我們想要的範圍 跟 非數字型 非數字型 要改造數字型的 接下來是做 梯度向量 梯度下降 gradient descent 然後 訓練模型 然後去調整 相關的 數值 提高它的準確性 那利用 那利用 SN數 也是可以 提高它的準確率 然後 老師示範了 怎麼去 產出結果 寫回 CSV 提交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超級不熟的 就是 老師再用 矩正成績 再示範一次 前面一樣的步驟 然後 開始 帶入神經網路 跟深度 學習 那後面我覺得 應該會越來越多 因為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的這個 進階課程 應該就是講 深度學習很多 東西 那最後面這個 我覺得 這個其實就 這個老師的 notebook上面的東西 的 一方中 我覺得應該 不用特別介紹 好 那我來看看 大家的 補充或建議 好 第一個是 Category Encoding的工具包 都是很我熊建議的 好我的熊建議的 非常感謝 那我會把它 貼到 我現在在看 因為大家看不到 因為我分享的 只有這個視聰了 我現在在看這個 聊天室 所以大家感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聊天室 我看一下現在幾點 剛好9點 Category 這個 類別 encoding 類別編碼的工具包 我再去看一下 Aptivation Function 代表的是非線性的預算 這個我不太知道意思 等一下請Howard說解釋 現實中的learning rate通常在 這麼小就知道 可能之後 課程慢慢學多的時候就會慢慢知道 就是0.01到0.01之間 用這個 用這個 舉證乘法等於線性計算 等於線性計算 嗯 對 我的認識是這樣 對 所以 看一下 我那個什麼 Aptivation Function 是不是多一個N Aptivation Function 可不可以請這個 Howard兄幫忙解釋一下 還是你要用寫的就好 這個我也不知道 沒有 沒有 Aptivation Function 那其實你是解釋說 就是 線性跟非線性的比較差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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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的問題是說 Activation Function 不太清楚 她的這個 仔細的含意 不過沒關係 好,對不起,特別是後面三個部分講得有點滴滴辣 這個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補充或建議 然後感謝Howl兄的補充 依照慣例好像大家都沒有建議 我們看一下下周好像是Daniel兄 對,下周是Daniel兄,Random Forest OK,那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 Spencer兄,請說 喂,我上次有去那論壇發問 太好了 LOP那個跨mini batch 的 的 句子順序的問題 嗯 可是到目前好像沒有人會 是哦 我正要 正要輸進去看嗎 好,沒關係 可是我想他應該只是一個策略 他應該就是可能有很多種方式 你可能可以一個mini batch裡面造順序 然後也可以像他 跨mini batch 然後造順序 然後也可能 有好像還有一種就會隨機打亂順序 就是不管順序這樣 嗯嗯嗯 對,然後這可能就只是一個策略 然後有沒有理論性 我就不確確定 OK 非常感謝 我想說他可能就是 對,他可能就 我是這樣解讀的 就可能就類似我們大概速度一樣 我們今天就為一堆句子進來 然後 今天可以為這種跳韓的句子進來 那可能我們大腦的神經網路就可以去理解他 然後可能就是不同策略可能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不同的效果 可是我是我是沒有查到對應的理論 所以 嗯 我大概只有找到 就是有人用不同的方法這樣去做這樣 那 所以這是 散散拜問的那個後續的延伸的東西 嗯 然後 其實我我想問就是 他這個比賽啊 因為我有 嗯 就是我提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 因為他 他的那個 Lost function 他是 預測值跟 跟那個 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那個 叫什麼 硬變數 嗯 就是 應該是預測值跟target 的 的絕對值 然後取平均 這是他的Lost function 嗯 就是 你預測值跟 True label 兩個 之間取那個 絕對的平均值 其實就是絕對 就是平均絕對誤差 的那個 公式 他Lost這樣 然後他的matric是 定程說 預測值大於0.5的話 跟True label 是不是一樣的 然後去拔取平均值 然後去拔取平均值 就是準確率的意思啊 他的Lost這樣定 然後他的matric是 用 呃 呃 accuracy去定他的準確率 然後他的model是 他的model就是 呃 他的model就是 他的model就是欄位的那些 他叫什麼 他叫什麼 自變數啊 蘭 蘭位的那些 輸 那些輸入的蘭位 就比如說 年紀 性別 這些蘭位 然後去呈 跟那個 係數 就是 就是每個蘭位會對應一個係數啊 然後他這兩個做 類似做內積 啊 類似做 線性組合 就是 就是 就是做內積了 哈哈 然後 做完內積完之後 他再套用那個sigmoid 把他的值變成0到1之間嗎 呃 對把他的值變成0 0到1之間 對 呵 就是 他這比賽他 用的loss是僵定 然後matric是準確率 然後model是 就是內積勞取sigmoid 那 其實我 就是 後來再回頭想想 就是他這樣的prediction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描述他 他代表一個機率嗎 還是 不是他就只是去 去 類似監督室學習 盡量 跟true label 是 誤差不要太大 因為有 有時候 可能 老師 呃 講師或是疏散可能 有時候都會 可能突然來一句說 哎 他們預測是一個機率 那我就 如果我比較不懂說 我我覺得這應該不是一個機率 他應該就只是 監督室學習 他去 想辦法去 預測出 出了 出雷寶這樣子 可是他 只是他指示限縮在靈異之間 可是他應該沒有機率的 含義在裡面 是 是不是 可以這樣去解釋他 我不知道 就是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想法 就是 就是他預測出來的指 大家覺得他是什麼意思這樣 阿羅兄有講說是機率啊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可是 因為他 因為他只要大於0.5 他就會被人 被認為是存活 因為機率上我們是會跟發現的頻率 就是直觀上就是機率越高 他出現的頻率越大 這事件出現頻率越大 可是我們去 降低 A羅的時候 我們去降低A羅的時候 我們只是去趨近這個數值啊 可是我們趨近 的這個值 我不知道他怎麼樣機率去解釋他 來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我資料是一個 比如說二次項的資料 但是我的 是一個線性的 是一條線 然後在這些二次項的資料裡面 去把它拆分 可能在線的某一邊 就是以類 線的另外一邊就是另外一類 那這樣他們 這個誤差 會跟機率有關係嗎 我比較難去聯想到這樣的意思 就是 我講一下我知道了 雖然我現在我想像的 跟靠兄現在在這個聊天室寫的 我覺得有一點不一樣 我先講我的想像 我的想像是這樣子 現在出現的這個機率呢 它其實只是一開始 去 要去做那個 批度計算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 資料列 那 這個資料列呢 是 拿來做一個 乘到這個 所有參數 所有參數就是 剛剛講的 性別啊 這個 長等啊等等 乘了之後呢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 這個 矩陣 那這個矩陣呢 去 透過 PyTorch的方式去計算之後呢 它會慢慢的去 把那個曲線 記不記得前面幾章 有講到的曲線 去把那個曲線呢 把它變得更接近 這個 實際上的資料 那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嗯 它是 去利用這個 權重去計算出來的這個 存活率 我覺得跟機率 我覺得啦 跟機率的關係不大 而是 跟你所設定的 比方說 而且我覺得老師今天講的這些 公式其實應該都是未來會常常用到的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子 那至於剛剛講說為什麼超過0.5是中國小於0.5是死亡 我覺得 那個是 怎麼說 怎麼說 我先講我本來說法 但是 這個Spencer兄這樣講之後 我有先講 我本來在聽課的時候的想法 我本來在聽課的時候 其實老師講做0.5 我就覺得說 欸就是0.5啊 就是我把切一半 大於0.5的就是 小於0.5的就是死亡 可是我後來聽Spencer提出這個問題之後 我就覺得這問題其實蠻好的 我沒有這樣想過 我的意思是說 鐵達尼號呢 很明顯的 他的死亡率其實是遠遠大於存活率的 所以是不是這個 有一個另外的計算方式 事實上搞不好 其他人家參加比賽的這個 Notebook就有這樣做好 但是我現在先講說 我現在想到了 就是 事實上 這個也比較像是 我之前講說 我們要不要實際 找個比賽參加看看的原因 就是 我們在做一個東西的時候 會碰到問題 然後我們來討論 那 所以我覺得剛剛 Spencer兄提這個問題很好 那我回到剛剛講 所以 假設 鐵達尼號呢 我現在沒有去 重新看到資料 我假設他的存活率是這個 只有15%好了 那如果是只有15%的時候 我們去預測他存活率的時候 是 從那天我開始去做切分嗎 我覺得不是欸 而是他去做切分應該是根據 實際上的存活率去做計算的 當然 可能因為某種計算方式 因為那個Spencer兄你記不記得 老師 都會先把這個資料盡量調整 他想要的format 比如說你這個中型曲線 那你就取肉 那不是中型曲線 殘尾曲線 你就取肉 變成中型曲線 然後你這個資料進來 我就把它變成是分步到 這個 負0.5到0.5之間 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本來的存活率可能是 85% 就15%除5 85%死亡 那可是經過這個計算之後 可能他剛好就是從 0到0.5跟0到負0.5之間 也就是 當你shift變成0到1的時候 那就是用0.5來做切 他只是一個位移而已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 這個是完全沒有經過 沒有看什麼書 沒有經過實證的當中 OK 看一下大家的補錯 風友雄說多過兩種分類 Softmax 就已經是把數值加總 分之各別數值 加總分之各別數值 是可以看 我看不懂 我覺得我等一下再想一想 然後 可能下次等 好可以講話時候 再來討論這樣子 好 因為 因為機率他 他是要符合機率密度 函數的定義 就是SIGMOID 我不知道SIGMOID 是不是一個機率密度函數 然後 然後 要不然到時候就在DISCODE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然後在DISCODE S函數不會是機率的 S函數就是 你想想看 你看那個圖 就是一個S型 那你把那個點丟進去 就是實際的數值 你點丟進去去對應到 他就會被拉上去 他去乘以那個值的時候 他就會被拉上去 他其實是一個比例 你把他想像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吐出來的值應該 也不能夠用傳統的機率的行義去看他 他應該就是一個把輸出值做壓縮的一個行數這樣 我覺得是 我覺得他是把輸出值做調整 就有一點 你把他想像成Log Log其實是對輸出值做調整 Log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值 經過取Log之後 就不會查那麼多 那一樣道理就是 S函數它其實就是 你把他想像 它本來是一個線性的時候 就是 總下到右上的線性的時候 的值 你要把它變成 變成一個S 這樣子你的值才不會分佈 集中在這個0.5那邊 而是 超過0.5一點點他就被調高了 然後低於0.5一點點就被調低了 只是舉例 只有在這個0.45到0.55之間的跟板差不多 超過0.55的就拉到很高 小於0.45的就拉到很低 可以是這種想法 好 不然我再去看他有提出來的那些資料這樣子 沒有很感謝你提出的問題 因為你提出的問題就是 哎我怎麼擺都沒想到這些問題 哈哈哈哈 因為蘇珊有時候會提到幾句 然後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樣推導出來 他是一個幾率這樣子 嗯好辛苦了非常感謝 好啊因為時間有點晚了 等一下9點半還有另外一場 這個 應該是 React 就是網頁設計的 要進行 那就下禮拜再麻煩Baniel兄 那今天感謝大家的時間 OK 那大家晚安 謝謝 大家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過分 發生 社團